埃及文物部门6号表示 考古学家在开罗以南一处墓穴当中 挖掘出了一座狮身人面像雕像 可能是古罗马时期一位皇帝的陪葬品 据报道 这座狮身人面雕像出土于开罗以南 约500公里处的哈托尔神庙附近 一个两层的墓穴内 雕像保存完好 面带微笑 雕像旁还有一座石碑 刻有世俗体和象形文字的名文 考古学家猜测 这一墓穴可能属于罗马皇帝克劳底乌斯 具体信息还需要从石碑的名文中找到答案